中日曬馬升級,火藥味十足 唉,這個21歲上海美女,前排在微博 竟然說自己穿著這套迷彩妝 和一個日本型男一一 馬上被內地網民罵她老殘 在這個風頭火勢的時候 不止民間有反日情緒 連官方的曬馬戰都升級 有日媒就拍到中國海軍兩艘導彈護衛艦 星期三晚上去到釣魚台80海里附近巡航 在日本宣布買到之後 第一次有中國軍艦進入附近海域 不過日本也不是豆腐 除了有美國餐腰 派了偵察機去釣倒監察之外 戰艦先進,戰鬥力強 反潛能力還是世界領先 但有26萬海軍 每年過千億美金國防費的中國 人力才力都勝過日本 有軍事分析員就認為 中日國有優勢 但如果未入聯手 中國就輸定了 然對中國步步進逼 連野田嘉賢都承認 中國的反應超乎他想像 現在就會用各種方法 甚至可能派特使訪華 跟中方溝通 日方應該切實地正視中方的嚴正要求 回到對話談判解決有關爭議的軌道上來 消除有關的惡劣影響 環球時報說 如果日本敢開第一槍 解放軍一定會洗百年屎肉